秀蘭 志宏 跟你講 你現在要知道 你每扛一個 就是距離你穿一個高級小米肉 再更近一點 這樣嗎 對啊 你不知道 香蕉 我們香蕉王國天之礁子 我天之礁子 你叫我每天扛這個 沒有 你先扛 這不是農業在玩 真的幾生苦瓜 這路好熱喔 我們現在 有到來過要打磨 五零年代 香蕉就叫做香蕉啦 金銀台寶那個金嘛 對不對 我們說當時台灣 我們的外匯 有三分之一是靠香蕉 對 據說那時候 我們每年香蕉外匯 總值高達六千萬美金 僅次於南亞台所 哇 這個厲害 特別愛我們的香蕉 那時候我們就叫做 香蕉王國嘛 所以那個時候 你穿小米就在酒店 沒人要吃味的 你經常穿空虎 你穿過三分之一 我都金銷 妳們走進去 好... 那一整個都刺開 你知道嗎 五千而已 哭笑 哭笑 他們這樣子 我們來具體化 當時公務員就說 每一個月收入大概是二十塊 二十塊到五十塊 一株香蕉 兩百塊 這樣子人家就想說 哇 種香蕉 嬌濃 比起我們公務員 都比較厲害 多害怕耶 所以智慧比以前很厲害 你知道當時種香蕉有多少錢 我跟你說一個金雞伯的故事 紀伊山農的那邊有領到的 你知道以前喔 在那個航員有些人喔 他可能會瞧不起你做工的 阿伯你等一下... 人先來啊 就阿伯等...等到都沒有人 那個航員說 阿伯你要領多少啊 那阿伯慢慢的拿出他的儲勤簿 我這裡全部都要領出來 那個航員名都請他 是嗎 那比錢之大 會把人家領得到的 真的耶 我想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叫做香蕉 香蕉碼頭 就是從那個時候來的嘛 以前喔 這個碼頭旁邊呢 堆得滿滿滿都是香蕉 用我們說貨車 火車運到這邊 然後再靠我們的船 運到全世界去 老師 人很好耶 還給我準備汽水 有回到兒童的時候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這什麼地方 幹嘛一定要配汽水 為什麼一定要配汽水啊 你知道嗎 55年前台灣第一瓶可樂 就是這家人代理製造的 這家人是 高雄城家 好有名喔 高雄城家耶 你知道我們說北孤南城 OK 我們說北台灣就是孤家 南台灣就是高雄城家 我們日時期台灣有五大家族嘛 對 那高雄城家耶 南霸天 他們土地多到什麼程度 高雄幾乎遍布所有金華區 都有他們的土地 超過50萬坪 聽說他們以前的地氣 是要由一整個房間來裝的 這樣子裝喔 地下水一定很驚人 而且應該也比我的衣服還要多吧 比我的威士忌還多 這麼厲害 可是這個大家長叫做陳中和嘛 所以我們這次來的是陳中和故居 這個樓房很厲害喔 是當時高雄的第一座洋樓 當時興建的時候都是面喊的 看起來真是霸氣了 你知道嗎 高雄城家嘛 人稱南霸天 那他們的世代子弟在高雄 在政治上呢 都有一定的貢獻 包括在民生 醫療上也有貢獻 高雄城家在高雄勢力之龐大 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第一代創辦人陳中和 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 就把台灣的砂糖 運到了日本的含冰賣掉 開啟了高雄城家的霸業 高雄最繁華商圈 新藏地帶 中山五福路口 放眼望去 都是高雄城家版圖 從飯店賣場到飲城也是跟陳家租的 最吸睛的就是這塊 位在大同百貨對面的停車場 號稱帝王 佔地兩千坪 市值飆迫四十五億 當地居民形容 陳家土地純壯多到爆不動 光收租金就能賺不賺 陳中和先生他賺到了錢之後 他都通通拿去買土地 當時他的觀念就是有土私有財 而且土地是只租不賣 所以南河地產在現在在高雄市 來掌握了很大很大的土地 那並且據說他們成立了一個 類似基金會 然後收來的租金 去照顧家族裡面的每一個人 打狗致富傳奇 流傳百年 都靠祖先陳中和打下江山 十六歲在清代南台灣大貿易商 陳福千旗下的順和商行 負責砂糖貿易 老闆派他到廈門 福建 日本等地考察 陳中和大開眼界 更膽識過人 二十歲就做三角貿易 當時五千包的糖 壓到日本 那個多風險 他到廈門 到那邊去 他到日本賣掉的時候再回來 再匯錢到香港 再從香港買雜貨 買這個油 等著回來 日治時期傳入工業化製糖方式 三十四歲的陳中和自行創業 和日本政府關係好 專案日本財團打交道 投資台灣製糖 三年後買機器 開公司 成立新興製糖 蓋了三條輕軌 上千個車廂運送製糖 還能載客 投資標的擴大到糖米岩 三大民生產業 跟日本政府是採取合作的方式 那他認為說 合作我才能夠生存 那一方面 某方面也是 但是這些商人的想法是說 我用一個安全可以保障 可以維持我的產業的命脈 跟我家產之外 我某方面也是可以為我台灣人 保護的作用 因為日本人需要我 所以我可以用代表這樣的身份 去做協商 所以某方面他們認為 對台灣的同胞們 他們也有保護的一個任務在 陳忠和創造唐業王國 一舉成為打狗首富 本著有錢大家賺的經營新法 陳忠和還發行台灣第一張股票 他家信是說 資源成功靠別人 對不對 他是靠別人 這是要臉斑斑 不是你一個人就可以了 所以他會讓員工參與你來 累積財富大量買地 陳忠和在林雅區 蓋了超級豪宅 取名余慶居 佔地兩千坪 巴洛克建築 但內裝擺設飄著濃濃中湖味 陳忠和人生最後十年就在這度過 而延續成家百年風華的第二代 更是叱咋政賞界 不善言辭政治冷感很難想像 陳啟川這種非典型政治人物 會被蔣中正清典 甚至三顧茅庐 要他出馬參選高雄市長 我媽媽已經九十七歲 我要留下來照顧我的媽媽 以這樣的方式來拒絕老總統的邀約 後來老總統 我去還是不能如他所願 就來給他一封信 所以希望你以校為中 來為黨國 為市民來服務 所以在這樣的年為期待下 他不敢不從就接受了 傅家子弟第一次在宣傳車敗票 在台上發表證件 講話有點KK的 但有財力和人脈加持 陳啟川以九萬六千多票 打敗強敵高票當選 上任之後以清理為本 推動道路規劃 路線經過自家房子 為了馬路開闊筆直 陳啟川二話不說 讓敵柴屋 想當年度數計畫 他可以轉個彎 不要經過他家裡 結果他就 為了那個馬路的話 能夠逼直 他把家裡的圍牆 拆到三分之二掉 1954年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為了興建高雄醫學院 找他幫忙 陳啟川慷慨捐地 捐出名下最方正的 13家土地 據說陳啟川在位八年 沒有拿過一毛錢回家 許多很難合銷的工帳 陳啟川常常自掏腰包 被校市裴本市長 我第一次想 哎呦 奇怪這個走路怎麼會 因為客廳是這樣子 都是舊的東西 而且不是沙發是破的 養建國搭在家去 哎呦怎麼是吃的 怎麼這樣子 這個這麼舊的破 這個要換了的 那個沙發才換的 那個沙發還是 蔣進國叫他換的 陳家還有個靈魂人物 陳中和的八子 陳啟青 重打扮 名牌衣帽不離身 接掌家族事業 擔任巫術林 智研諸事會社 以及新興智堂常務董事 台灣光復之後 還當過制限國代 事業版圖橫跨政商 要讓你我有感 就得提可口可樂 1964年 陳啟青創立台灣汽水廠 積極推動可口可樂 在台上市 就怕生意受到衝擊 130家本土業者 聯合反對 政府有壓力 不准上市 但陳啟青出招百平 這個家族的特性就是包容 圓榮 所以當陳啟青先生 看到這麼多的反對者 他一定要想辦法 怎麼把反抗的勢力 變成是合作的勢力 所以他在想說 反正我是一定會賺到錢 我乾脆邀請大家跟我一起賺錢 不好嗎 陳佳基業在陳啟青的手上 從政治 商業到金融 觸角越深越廣 他的兒子陳田茅 赤詐南台灣政壇30年 從全國最年輕的議長 到現在是全國最年老的議長 也應該交棒了 老議長為人海派橫跨藍綠 前總統馬英九 蔡總統都上門請議 陳田茅還創立新高石油 契合大眾銀行 他的前半生宛如重置 父親陳啟青 政商合一 將陳佳推向高峰 在高雄劃罪Agenda 陳佳一百多年 在各個政權游刃有餘 寫下南霸天 致富長期